左摇右晃 一步一步试图要穿越电车轨道 这只浣熊连下台阶都重心不稳 无法走一直线 这只浣熊就好像喝醉了 走路起来旁路无人 打摇大摆 还不时停下来 补眠呼呼大睡 看到浣熊宛如宿醉 一样的可爱模样 打拼民众围观 还拿手机拍照 这只浣熊在7号乱入 德国中部城市 埃尔福特逛大街 我今天看到浣熊的浣熊 我认为他会死 但他还是动了 这浣熊的浣熊 他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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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连小朋友路过都对浣熊感到好奇 但这只误闯人类世界的浣熊 不是因为喝醉才一路摇摇晃晃 而是因为他生病了 浣熊后来被证实罹患犬温热 一种病毒性的感染疾病 犬科右科浣熊科都容易感染 因此这只看起来像喝醉的浣熊 虽然模样可爱 但不仅无法释放 还面临被枪杀的命运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